总统引席月上任后首次特赦 名单中正式包含三星副会长李在荣等共1693人 李在荣因为涉嫌费赂前总统普景会判刑两年半 去年八月获得假释 不过根据南韩的法规 他原本还要受到五年的就业限制 也就是说如果他没有获得特赦 就无法正常管理三星 其余特赦名单还有乐天集团会长新东斌 东国志刚会长张士咒 控股集团STX前会长江德寿 却不见南韩前总统李明博 引席月这波特赦目的是为了拯救国家的经济危机 也为了救民调 他的支持率下滑到只剩24% 南韩除了高通膨半导体产业环境又赶不上台湾 韩国经济研究院指出 南韩公司税率天花板为百分之二十五 但台湾只有百分之二十 而台积电在台享有最高百分之十五的税务优惠 南韩已经远远落后对手 报道也提及南韩缺乏半导体人才 只有约一千四百人接受高阶晶片制造训练 但台湾有将近一万人 引席月因此想透过特赦挽救南韩经济 订阅新闻综合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